大家好朋友们 2022年2月22号周二 农历的正月22 现在下午18点22 一共11个2 我就够2的 哎呀给大家说说啊 说说有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叫被拐六年 是一篇新闻报道 这个报道是2001年南方周末的报道 受害人当时只有14岁 是北京的一名初中女孩 14岁的小女孩 是北京丰台的啊 北京也不安全 相对的比那些比较偏远的 比较农村的 比较大山的 相对安全 也不安全啊 记者叫陈运秋的文字 没有半点声泪俱下的控诉 但仅仅是朴实的描写 平静的叙述下 令人不寒而栗 令人窒息 女孩被强奸时 只有14岁半 而买她的所谓丈夫 叫田志斌 已经30多岁了 这在农村就算老光棍了哈 女孩买回来不久 便遭到了强奸 并被安排所谓的结婚 在田志斌的老姨父 也就是那个村 当村的本村的党支部书记 叫徐金驰的运作下 女孩有了新的户口本 以及结婚证 看见了吗 在中国很多证件就是假的 假的 但是看起来是真的 真的假证件 假的真证件 反正扑朔迷离啊 江苏最北边那个县 东海县 就是中国造假证的一个中心吧 当然啊 做假证的也不限于东海县的人啊 女孩有了新的户口本身份证啊 户口本结婚证 15岁就怀孕了 孩子生下来以后 长到4岁 发现是个哑巴 这个有点不符合常理吧 对吧 怎么长到4岁才是哑巴 才发现呢 一般来说 如果是个小女孩 是吧 一般我们都知道 女孩说话比男孩早一点 有的不到一岁 十一二个月就会说话了 男孩稍晚一点 这一周啊 这过了生日一周以后啊 还有的孩子甚至快两岁了 但是到4岁才发现是个哑巴 这也有点不符合常理啊 那么女孩六年来 就是这个被拐的北京女孩啊 我这篇文章我仔细的都读过 北京丰台的 就在丰台火车站那附近住啊 六年来一直试图逃跑 每次都被抓回来 并遭到毒打 因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他 只要有人看见他跑 就会给田家姓田啊 老田家通风报信 村外是一马平川 给他拐到宝定 好像徐水还是高碑店啊 那边都是平原 那边都是平原